老兄 回头是岸 弱肉强食 忧胜劣败 这是天理 天理也是人情 杀戮忧伤天壳 精灵启示池中雾 一遇风云变化龙 15年前 一部武侠国麦横空出世 打破了对传统动画的认知 可惜生不逢时 被怒骂为国麦烂片 可在十几年后 这部烂片又被万千网友 称之为国麦天风 风云爵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熊霸为了得到风云 不惜灭了两人满眉 而风云为了报仇 只能阴忍败入熊霸门下 我终于得到风云了 转眼数十年过去了 两人始终无法与熊霸抗衡 为了报仇血恨 涅风准备赌一次 他在蝎黄的帮助下 激发了体内的魔性 化身为麒麟魔 一旦入魔后 需及时用冰心诀散魔回神 否则魔性失控 就会失去神智嗜血成性 不仅与你记住 你和涅风魔血相连 涅风麒麟魔不及之时 你绝不可用麒麟 你若应攻 他魔性马上失控 随后 两人找到熊霸 就没把面霉之仇 熊霸实力太强 尽力一掌 就轻松击败了不经云 一招三分最元气 直接将涅风击飞 回击罐头 涅风直接化魔 一刀劈向熊霸 趁此机会 不经云也打出了排云掌 虽然成功击杀了熊霸 但涅风也因此彻底失控 面对青鲁手足的兄弟 不经云始终下不了杀手 和涅风也失去理智 刀刀劈其要害 不经云紧紧抓住涅风 一剑皮下脚下断牙 他把尸体黄奸路上孤单 准备和他同归一尽 可没想到 涅风直接正在束缚 一脚踏向不经云 剑力冲上了空中 不经云见状 直接扔出绝世好剑 刮爆了涅风的第三只眼 而他的最下的悬崖 几天过后 涅风恢复了神志 不想起当时的情况 他来到悬崖之下 准备寻找师兄 看到满地的血迹 以及河流中的披风 涅风顺年愣住了 看着面前的鳄鱼 以为是他们吃了师兄 于是怒杀了这群鳄鱼 为师兄报了仇 涅风因不经云之死 变得如行尸走肉的一般 师兄落魄来到城内 亲自挑了块好墓碑 并看上了不经云的名字 从此以后 他整是借酒敲愁 可涅风不知道的是 不经云并没有死 而是被一个女孩所救 可惜现在的他 已经失去了记忆 他是魔神附体的涅风 在他面前 二郎神都要退避三世 丧失心之后 志爱亲蒙也一样杀 就在不久前 涅风因不经云之死 整是借酒消愁 就连血运到被补头收走 他也不管不问 到了晚上 涅风看着师兄的墓碑 直接喝了一坛酒 可他并不知道 酒里被吓了软金伞 看到涅风晕倒 一群被天安会追杀的人 准备除掉涅风 危机时刻 一个女人及时阻止 他就是第二梦 就这样 涅风逃过了一劫 与此同时 追入悬案的不经云 早已醒来 由于伤势过重 导致失去了记忆 而救他的女孩 名叫子宁 从小受尽欺凌 为了养活弟弟妹妹 只要以偷盗为生 看着不经云身手不凡 子宁就想拉他入伙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不经云跟着子宁 来到富豪家的藏宝阁 让我来 与此同时 涅风就遭遇土匪的袭击 大量的火箭射入屋内 看着火势大起 他脱下衣服阻拦火箭 随后直接冲出房顶 面对昔日的仇敌 两人直接开打 涅风怀下马匹下方 一招风生腿将其踢飞 就在这时 涅风看到第二梦有危险 也被洋在和其纠缠 直接一套连招 将蝙蝠老怪踢飞 然后送入火海 在房屋倒达的一瞬间 成功救押了第二梦 而另一边 不经云在藏宝阁中 也碰见了土匪 在战斗过程中 不经云使出了麒麟臂 由于魔血相连 头上涅风瞬间失控 再次化身为麒麟魔 涅风失去里之后 把老姚看成了不经语 老姚原本还有半个脑袋 现在直接被劈成了两半 在老姚死后 涅风也昏迷了过去 曾经在败剑山庄 是朝廷运用铸建工厂 老姚遭小人陷害谋反 被皇帝满眉抄斩 只有独子奥爵 和师姐残疾 侥幸活了下来 他们为了躲避追杀 这奥藏人在昏暗的地下 数十年过去了 奥爵仅凭一己之力 创立了天真霉 让人想要复仇 还需要一把爵士魔剑 此剑为天外玄铁筑成 剑名为爵 但凡住戀这把剑的人 全部都暴毙而亡 绝剑具有极大的魔性 如若剑魔附体 必会丧失人性 于是奥爵将尚未裂成的绝剑 封印在了十杯之内 而如今 奥爵为了报仇 次数寻找麒麟雪 准备替绝剑开封 可惜火麒麟已经灭绝 让他复受无望 直到这天 断浪带着火灵剑 求见了奥爵 声称自己知道麒麟雪的下落 原来 聂风与布京云 在零一窟斩杀火麒麟时 麒麟雪便进入了两人体内 如今想要取得麒麟雪 必须用断牙的火灵剑 另一边 天下会因熊霸已死 都想要振夺帮主之位 就在众人争吵时 断浪出现了 并作用了帮主之位 这次情景 他压了堂主怒了 他刚要动手 就被移到金边阻拦 直接金边相互一尺 直接将其手指割断 而用编织人 这是奥爵的尸体残疾 其他人见状 准备一起围攻 就在男人侵入残疾时 可下一秒 他的人头就出现在 千里之外奥爵的手中 就这样 断浪成功坐上了帮主之位 并麻烦对自己的人 全部挂在了石梅之上 可让奥爵没想到的是 断浪的野心很大 并不满足于此 他找到鬼 用一匹汉血宝马 换了只血虫 断浪准备将血虫放进念风体内 等奥爵服用麒麟血石 再利用血虫杀掉奥爵 这样就能一尸二鸟 做出鱼翁之力了 满血拉二胡 残血浪全土 他就是大鸣鼎鼎的无名 一手万剑归宗 耍得是妙不可言 无名此次前来 是想要劝受奥爵 放下心中的仇恨 停止不必要的杀戮 奈何奥爵执念太深 一心要为父报仇 想替白剑山庄洗刷冤屈 结果页言不合 表人直接比拼内力 巨大的水柱充电而起 宛如巨蟒般西洋无名 而无名却淡淡地拉着二胡 释放出了强大的音波 化解了奥爵的招式 奥爵现状 直接撕裂水墙 随去甩出金标 无名又二胡抵挡 却被击得粉碎 奥爵遗址化剑 奇象无名 另一边的聂锋 已经从梦化中醒来 当德车师兄还活着 聂锋一路狂歪 终于在一处小河边 见到了师兄布京云 可惜布京云失忆了 已经记不起聂锋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云师兄 已经不是重新的他了 能够把他的过去告诉他吗 不会 从小到大 我从没见过他笑 他现在这样 是一种风气 曾经的两人 一直想着复仇 到头来扯门的还是自己 甚至唯一的兄弟也找到了 还多了一个爱自己的人 你们觉得现在这样 获得才是最好的结果 于是决定带着第二梦 一起退隐江湖 从此不为江湖事 另一边 奥爵带着师姐 来到了奥家祖坟 却而言不仅祖坟被毁 还被一条金龙镇压 傻裸地 灭我败剑山庄 竟然还要封我奥家的祖坟 狗皇帝 奥爵瞬间怒了 决定全力打在金龙上 却也只留下淡淡的掌印 随后 奥爵双掌气出 强大的内力喷涌而出 封印决舰的石碑 也终于显露出来 随即俯身而下 激象石碑 在成天散据后 决舰终于露出了真容 就在刚刚 奥爵取出了绝剑 可绝剑难以驾驭 瞬间正能掌控 飞向了空中 紧接着迅速返回 夸张的奥爵 诡异的绝剑 吸食了地上的鲜血 威力顺年大涨 把我完成了认辱一试 另一面 端端利用第二梦做诱饵 偷袭了涅蜂 成功取得了麒麟雪 并将雪虫 送入到了涅蜂体内 而这一幕 正好被奥爵的师姐也看到 眼前事情败露 断浪让小师妹追杀残疾 可就在这时 不惊人突然出现 直接用麒麟臂击飞着断浪 涅蜂受到魔血刺激 再次化身为麒麟魔 正前失控暴走 第二梦立马冲上来 想要唤醒涅蜂 就显现被涅蜂所杀 趁着机会 紫婷带着不惊云 脚印河中逃走 与此同时 残疾将小师妹暗倒在地 而断浪也是个狠人 在断浪背后 为了躲避追杀 断浪逃到了城内 正巧碰到了奥爵 麒麟鞋终于出现 为了生情涅蜂 奥爵准备亲自出手 魔化后的涅蜂强害无比 一招分身腿 他的奥爵毫无还手之力 眼睛硬刚不行 奥爵就准备偷袭 当不惊云赶到时 已经为时已晚 奥爵用涅蜂为筹码 妖言不惊云前来营救 为了救涅蜂 不惊云穿上了披风 独自先往了天阵霉 与走同时 奥爵看着残疾的尸体 在那黯然伤神 而此时的断浪 还想将残疾的死 架过给涅蜂 可是没想到 奥爵直接将血虫 甩进了断浪的口中 原来 是因为住剑师的奥爵 所以看出残疾的伤口 是被火灵剑所刺 你以为我是要喝麒麟血吗 我要麒麟血 是为绝剑开封 要的不单是武林 我要整个天下 就在这时 布景云来到了天阵霉 凭借全身好剑 顺利闯进了棕霉 见此情景 奥爵不愿浪费时间 直接用涅风腰血 到布景云抽出魔血 用来交换涅风 布景云二话没说 直接把火灵剑自向腹部 在得到麒麟血后 奥爵立马为全剑开封 在这一刻 魔剑出于成功出世 并和奥爵合为一体 看到奥爵出玩反尔 布景云也不再废话 直接以气欲剑 无数剑影凝成风暴 有绝剑在手 奥爵丝毫不惧 直接冲进风暴中 几个回合下来 就丝毫剑被打飞 布景云也被击飞出去 布景云一掌派出 直接同工而起 四周云雾缠绕 他再次使出了成名绝技 开云掌 而奥爵一剑指出 直接刺穿了布景云的手掌 随即将其击飞 布景云顺势挑起宝剑 一脚踢上了奥爵 剑魔附体的布景云 到底能有多厉害 就在刚刚 一刀剑枪突然出现 挡住了奥爵的攻击 来人正式无名 随着英雄剑的翻转 剑身中的兵器腾空而起 全目对准了奥爵 随即无名始冲万剑归宗 无数宝剑向奥爵袭袭来 一招过后 九剑被打出了锅口 可是没想到 九剑为了修复剑身 竟然开始反噬主人 无名的奥爵器剑 可他仍然执迷不悟 最终丧失了神志 成功被魔剑掌控 并以魔器流行 重双了无名 奥爵彻底失败了 一生被副手而活 最容易回飞破散收场 就在这时 直升下剑柄的绝剑 竟然直接冲向了无名 不及时刻 不禁于一把抓住绝剑 在魔剑附体后 不禁于体内的麒麟雪 瞬间被激活 而在不远处的涅风 也受到了魔血的刺激 直接进入魔化状态 详细征动到了锁链 并不容易撕杀起来 现在想要救回两人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用火灵剑抽出魔血 让他们散魔回神 可两人的战斗 已不知常人所能介入 两人同为麒麟魔 实力不分上下 在激烈的厮杀下 终于剑柱都化为了废墟 断裂的火灵剑 刺破了子宁的双眼 当不经意恢复理智时 却发现子宁已赢失明 这让她痛苦万分 为了不让我聂锋 维护人间 无名直接甩出英雄剑 准备击杀聂锋 可就被不经营拦下了 故事最后 不经营带着子宁 归隐的蓬莱岛 聂锋则被第二梦 带回了凌云窟 她一直坚信 聂锋最后一天会清醒过来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这是中国影史上 最被低估的一部作品 以至于这部成人武侠动画 放到十年后的今天 依旧还未被超越 她是神话故事中 长相最丑的神仙 钟奎 传说她在唐朝中过状元 均匀容貌丑陋 把黄泪吓了一跳 就这样 她被罢免了状元头衔 钟奎一怒之下 直接撞向了旁边的柱子 死在了金轮殿上 天宁给她性格刚烈正直 被封她为伏魔大帝 负责捉拿世间的妖鬼 百姓们也将她的画像 踢在大门上驱鬼避凶 就在这天 两者她是鬼来到人间作乱 他们也跑进一间厨房 在里面熏到食物 突然 一个道士破门而入 两者小鬼慌了 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好厉害的样子 当时二话不说 直接给小鬼没打了起来 可没想到 当时法力太浅 反而被小鬼吊了起来 就在这时 门外飘起两道白烟 紧接着 黑白无常从门外飘了进来 两者小鬼见状 直接吓得变出原形 跟在了他们后面 原来是钟葵发现异样 专门上来捉拿小鬼 黑白无常拿出笼子 将他们关了起来 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大门上的贴话 引起了钟葵的注意 画像上的钟葵栩栩如生 而且还十分威武 钟葵非常喜欢 小鬼告诉她 画像的作者 甚至穿华羊 一个叫刘凯的书生 钟葵当即决定 要去见钱这个书生 回到家后 钟葵离摸起了自己的画像 就在这时 老友贵阳一心来找钟葵喝酒 见到钟葵的画像后赞不绝口 于是她也仰让刘凯 帮她画一幅画像 两人当即决定 明天就去见一见这个书生 第二天 两人一起相约来到人间 为了不吓到凡人 钟葵特意换了身装扮 可他们来到人间的第一电视 竟然是先去酒楼喝酒 为了老人浅尝一口后 黄不吝啬地夸赞起来 一旁的杜角兰连忙回应 太白酒是自己父亲 才用高山泉水锁尿 三人打开了画匣子 高兴地撩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一旁的秀才粗意十足 直接离开了酒楼 对咬兰的话 引起了钟葵的注意 原谅刚刚的秀才 就是他们要找的刘凯 而今天 卢凯好不容易哭泣勇气 相对咬兰表白 却发生了刚才的一幕 到了晚上 两人直接来到刘凯的家 在刘凯的家里 随处可见钟葵的画像 画见了钟葵的各种神像 而此时 受了委屈的刘凯 将怨气发现在画纸上 就在这时 钟葵突然出现在她身后 卢凯一眼便认出 她就是白天出现在酒楼 与杜小岚闲聊的男人 卢凯刚想要送客 可她万万没想到 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自己的偶像钟葵 此时 欧阳老人也在一阵烟幕中现身 这是我见过 最嚣张的书生 把雅美当成自己家 连现在也都管不了她 而这一次 她还是因为路见不平 看不惯住院外七行八市 便把她打得鼻青脸肿 老规矩 管三天 他就是书生刘凯 不仅是大佬里的常客 而且还有单独房间 刘凯十分喜欢画画 他最擅长的 就是画自己的偶像 扶摸帝君 钟葵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有一天 钟葵会站在自己的面前 两人性和相似十分投缘 钟葵也非常欣赏她 几枚美酒下渡后 却依然不够尽兴 于是钟葵大笔一挥 直接进入到了 刘凯的画容 三人一边欣赏美景 一边对酒当歌 谈论诗词歌赋 时间很快过去 他们也终于尽兴 回到家的钟葵 立即找来了月老 想要帮罗凯签一边红线 原来他们之前在一家酒楼相遇 钟葵一眼就看出 刘凯喜欢杜小兰 于是他找到月老 看看刘凯的姻缘 月老拿出姻缘策 发现刘凯居然终身未娶 而杜小兰则嫁给了一个脉络的屠夫 为了错过这段姻缘 钟葵向月老求了两枚姻缘线 然后安排小鬼 绑在了刘凯的脚上 另一边趁杜小兰睡着时 再将另一条线 绑在了他的手上 没过多久 杜人便顺理成章 迎来了自己的大喜之日 就在婚礼仪式进行时 钟葵感受到了一丝异样 地府总管竟然出现在屋外 钟葵赶紧挡在他面前 地府总管想要收到刘凯魂破 钟葵又怎么可能让他胡作非为 钟葵力包刘凯 直接赶走了地府总管 原来这一切 都是阎王的安排 阎王一直都想扳倒钟葵 却一直找不到机会 当他得知钟葵向月老 求了两条姻缘线 来成全刘凯和杜小兰时 他直接拿出生死簿 修夸刘凯的大线 而他故意让总管去疏人 就是为了激怒钟葵 他要上报天庭 钟葵不仅乱改姻缘 还妨碍他们的公务 没过多久 玉帝陛下只说拿钟葵 看到这一幕 钟葵的疏通赶紧离开 去找回养老人帮忙 解救自己的老爷 你绝对想不到 传说中的伏魔帝君钟葵 竟然被关在十八层地狱 遭受万劫不复的折磨 就在不久前 他求月老拿了两个姻缘线 绑在一对男女手上 出生了一对良缘 可没想到 阎王趁机报复 将钟葵告到天庭 为了解救钟葵 欧阳老人不惜用自己正常的美酒 换来天子令和子星宝剑 接下来 一星人开始商量营救计划 欧阳老人是神仙 无法下到地狱十八层 只能用驴哥带着刘凯 去地狱十八层营救钟葵 刘凯没有推辞 直接带着君子剑和子星宝剑 跟着驴哥跳下十八层地狱 来到这里后 驴哥也现出了原形 两人一路向前 没过多久 就来到了关押钟葵的地方 但驴哥是鬼仆 十八层地狱息事了他的灵力 坚持到关押的地方 他也失去了力量 刘凯顾不得许多 独自走向万劫不复强 看着眼前受苦的钟葵 他拿出子星宝剑 一跃而起冲向洁剑 可没想到 一股强大的力量 直接将他震飞出去 卢凯仔细观察后 将祭坛的巨石全部砍断 这法瞬间破灭 钟葵也被救了下来 就当两人准备离开时 地狱总管拦住了他们 他想要砍断木桥 将两人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就在这时 驴哥挺身而出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要与地狱总管同归于尽 下一秒 驴哥变大身形 将地狱总管牢牢锁住 带着他一起掉下深渊 钟葵来不及悲伤 只能先行紧快离开这里 重返人间的钟葵 决定立即返回天庭 洗清自己的罪名 转眼半年过去 三人再次团聚 钟葵不仅洗刷了冤屈 还将阎网送进了天牢 而现在 为了让老人站在阎网的职位 并且在他的努力下 驴哥的魂魄 被全部收集回来 再次重回钟葵的身边 电影至此结束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 这是一部很少有人看过的 《国漫神作》 就连宫西俊的《千语千询》 也曾经验过他的内容 光怪陆离的午夜鬼市 飞翔低腹的投胎火车 不仅有长相恐怖的妖魔鬼怪 还有令人羡慕的人鬼恋情 电影中的宁采晨 虽然是个穷不潦倒的书生 却也曾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奈何洛华友谊流水无情 你由小兰嫌弃她太穷 嫁给了她所谓的爱情 都是为了我们将来的打拼 你忘了送给你的亲笔金箭吗 还给你 你这只金箭吃我的住我的 还到处撒尿撒屎 还有 不禁不要了 不禁爱情 宁采晨没了小兰 身边越多了一只叫金箭的狗 为了生活 她却仍要继续工作 在一次受账的时候 她偶遇处邀大师白云和十方 这平平无息的小亭子 竟常常无数妖魔鬼怪 却都被法力高强的师徒二人铲除 十方特地叮嘱 常走夜路 无必小心撞鬼 可宁采晨却没放在心上 仍然深夜跑去收账 却不知慈悲善目的背后 竟是一幅窟窿 她曾经在受账成功的喜悦中 却无大无量地走入鬼城 在这里 她遇到了小倩 立刻被迷得神魂颠倒 宁采晨驻闻桃花 逃离一千红天 红颜旋桃花 每个五千的年 宁采晨驻回脑杖 竟稀里糊涂地上了鬼轿子 等她反应过来 已来到一家人肉饭店 店里坐满了妖魔鬼怪 人肉竟成的美味佳妖 宁采晨吓得魂飞魄散 为了隐藏身份 她往脸上涂出沙化妆 装成刚死 正在面前门混过关 而小倩竟也在这里 还向她打起了招呼 我叫小倩 你叫什么名字啊 这里都是小菜 没什么好吃的 不如到我那去 我弄两个好菜 让你尝尝 好不好 在电影中人 命采晨立刻心跳如骨 可是没想到 心跳声却被鬼听到了 开始四处寻找 命采晨掩开暴露 小倩却集中生智 在宫中撒满胡椒粉 带她飞出了饭店 小倩帮养希丹的魂魄 天地却震荡起来 妖魔鬼怪四散逃跑 原来是捉鬼道士 燕赤侠来了 她驾驶着法器到神道 所获之处进阶披靡 神父乱飞降妖除魔 小倩营养飞走 却被神父击中 重重地摔了下来 幸亏宁采晨挺身而出 抓住了她 燕赤侠却大声责骂 因为人鬼不两立 但宁采晨感激小倩救命之恩 死也不放手 在那江池时刻 无数数被破土而出 疯狂地攻击燕赤侠 原来姥姥来了 而宁采晨也终于抓不住了 与小倩一起坠落 但二人复兴包罩 竟掉在了一只楼梯鬼身上 楼梯鬼却也因此受惊 开始都没吸跑 宁采晨也误入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这辆开往轮回的火车 载满了去投胎的鬼魂 宁采晨误打误撞 与小倩进入火车 但小倩却不愿投胎 因为她舍不得偶像 黑山老妖 她是鬼界的天王巨星 小倩突然冒了出来 想把宁采晨抢走 好像姥姥邀功 小倩为了阻止 与小倩在空中缠斗 最终小倩技高一筹 将宁采晨抢走 但小倩不肯罢休 有法力将二人打落山崖 她刚想抓宁采晨 天却亮了 以为鬼不能见光 小倩正好收手 宁采晨幸运地挂在了树枝上 小倩却消失了 宁采晨以为她就投胎了 对时万分失落 她滚落在地 却而言小倩 正在瞬间下瑟瑟发抖 唯救小倩 宁采晨将她藏在伞里 并想将她送回鬼城 结果就在半路上 再次遇到了严斥霞 宁采晨小心翼翼 转身狂悔 却而言之被发现了 宁采晨心里也没鬼 伞里却有鬼 宁采晨看出了端倪 非要看她的伞 宁采晨看门不住了 只好老实告知 小倩就藏在伞里 希望燕采晨能放过她 燕采晨见宁采晨神色狠切 带高杰贵手 偏偏白云大师和石方 却闻着鬼气来了 光人帮到底的燕采晨 立刻驾驶到神道冲天而起 带着宁采晨跑了 道神道就突然受到了撞击 原来白云追了上来 燕采晨只顾着奔逃 不愿与她纠缠 谁知白云大师却紧追不死 把燕采晨打出了脾气 要跟她斗一斗 她电子一挥 神父进出 先将宁采晨送走 但下一刻 白云大师出了狠招 道神道在半空中解体 坠落在地 竟冒起了巨大的蘑菇云 燕采侠也生死未知 宁采晨之后回到了鬼城 却恰好赶上了鬼节大会 而小倩仰慕的黑山老妖 正在做圣纳表演 黑山老妖神区高大 堪比楼阁 歌声更是动人心魄 将鬼怪的迷得神魂颠倒 小倩更是兴奋无比 在她的指尖翩翩起舞 小倩看到这一幕 感到非常嫉妒 于是悄悄暗中偷袭 小倩一时不备 竟从指尖跌落 却维持乱了黑山老妖的头发 现场气温顿时为之一变 黑山老妖勃然大怒 因为她最爱自己的头发 她立刻张开了血盆大口 发出了恐怖能量波 将小倩打落在地 黑山老妖还不罢休 又一拳猛砸下来 幸福宁采晨飞身扑来 将小倩救下 并将黑山老妖触骂一顿 现时刻 白云大师却突然赶制 原始巨大的妖气 吸引了她们 白云大师与黑山老妖斗起了发 她头顶翠毛不生 最可以别人有一头亮丽的长发 当即就焚起神火 直接将黑山老妖的一头绣发 烧了个干干净净 失去了绣发的黑山老妖 对决的形象崩塌 恼怒的钻进了地里 而白云大师不愿意放过她 与时光追击而去 小倩因此逃过一劫 但也受到了深深的情伤 命采神立刻表露心意 说自己愿意为小倩做任何事 即便献出自己的魂魄 也在所不惜 时刻小倩竟毫不客气 当场献出了鬼形 吸走了宁采神的魂魄 带到了姥姥面前 姥姥是千年受邀 以吸食魂魄为生 见到小倩带来一个魂魄 对时喜出望外 眼看宁采神既然被吸食 小倩却想起了过去的种种 对时拉住了宁采神 但糊口多时 哪那么容易 关键时刻 小蝶竟出手相助 棍手放出无数蝴蝶 挡住了姥姥的巨路 小倩也成功逃脱 让宁采神重新复活 我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朋友 其实交朋友没有你想象中 那么困难的 有那么容易啊 可是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个真心的 那我问你 以后我可不可以都跟着你啊 经过生死的考验 小倩终于接受了宁采神 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毕竟人鬼殊途 为了可以正大光明的在一起 他们决定投胎做人 出境未来时 一只大手却抓了过来 魂山老妖卷土重来了 不练十个小倩协肺而起 与宁采神逃出魔掌 幸运地赶上了投胎火车 但黑山老妖却不罢休 竟跳到了火车上 生死关头 严赤霞再次闪亮登场 从黑山老妖的天灵外占了进去 打得他粉身碎骨 原严赤霞都法失败 却侥幸逃多了性命 而得知小倩和宁采神 要重新投胎厮守一生 这份真情将严赤霞感动 当下决定帮助他们 但一波帮平另拨又起 白云大师与石方进入来搅局 除了相见分外眼红 严赤霞拿出了看家本领 并出了飞身千万 与白云大师激战起来 严赤霞投胎火车就要抵达终点 石方却放出了龙卷风 让火车迷失了方向 在宁采神和小倩六神无主的时候 小倩却再次失忆援手 将石方直接打落 却引到白云出手 一掌将小倩抓在手心 小倩看到姐妹被抓 立刻飞身救援 不料也遭到了 白云的毒手 在这危机关头 严赤霞再度挺身而出 他释放所有法力 终于将白云打败 但这一番弹误 轮回之门已经即将关闭 宁采神拼死撑住大门 投胎火车才得以进入 小倩也得以投胎转世了 在轮回的最后时刻 小倩叮嘱宁采神 他将出生在北村 桃花树下的便是自己的家 意外的是 严赤霞和白云大师 竟然在战斗之中 侮辱了轮回之门 顿时返老还童 而宁采神和小倩 严赤霞就要投胎城邦 被踢飞的烟赤霞 却将宁采神 撞出了轮回之门 重新回到了人家 两人就这样擦肩而过 但幸运的是 宁采神恰好掉在了北村 他紧接小倩的话 立刻前往桃花树下 寻找转世城邦的小倩 等他城邦找到时 却发现孩子的母亲 竟然是抛弃了自己的小兰 宁采神却顾不了那么多 当场就将小倩抱走 然后一路狂奔 但他还没来得及 转世城的一个男孩 宁采神失落无比 本以为一场徒劳 却突然听到熟悉的狗叫 回头一看 一转世城邦的金金 竟滚来一把伞 原来小倩竟藏在伞里 但鬼带白天不能现身 宁采神只好跳进河 小倩果然现身了 原来看到宁采神没进入轮回 小倩也藏进了伞内 小倩失而复得 让宁采神无比高兴 远人虽然没投胎成功 但一人一跪 仍然有情人终成眷属 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个浪漫的人鬼恋情 也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你绝对想不到 小时候的季公 居然给公牛吃辣椒 结果插进了鼻子里 下一秒 黑牛瞬间暴走 直接猛冲过来 季公见状不妙 把腿就跑 和小倩的催眠却遭了殃 他外面黑牛撞到七零八落 周一板凳全成的碎片 季公荒木则禄 一图撞到了父亲身上 为了让儿子变得乖巧 父亲特地来到庙里 击败罗汉 可没想到 季公竟然躲在下面偷吃 并不是季公不尊重佛门 而是因为 他自己就是罗汉 原来五百年前 金氏大鹏大闹天界 维护人间 高露神仙纷纷出手阻止 但却都败下阵来 不及时刻 小龙罗汉出手 由自己的金身 将金氏大鹏封印了起来 失去了金身 小龙罗汉只能投胎转世 为了寻找师兄的线索 孤独罗汉也来到了人间 孤独寻找了五百年 去寻找线索 在白普的指引下 绣原来到了野外森林 眼前是一片绝美的瀑布 正当他出神时 天色竟然暗了下来 几片羽毛飘落 直接将河水染成黑色 在一抬头 天空中赫然出现了几只红眼乌鸦 正胡适当当地盯着他 看到这一幕 绣原撒腿就跑 在逃跑的过程中 还不忘给乌鸦布置陷阱 身后的乌鸦食的太多 把绣原逼到了一处悬崖 看着绣原 绣原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他做梦也没想到 竟然侮辱了乌鸦的老巢 就在这时 一只金蛋飞到了他手上 眼看乌鸦冲了过来 金蛋能突然飞出一缕奇光 似乎在为绣原指引逃跑的方向 随着绣原越跑越快 脚下突然出现了一阵金光 下一秒 他的身体直接飘了起来 直接把他送到了水里 人也被逃过一劫 没想到乌鸦开始发现了他 眼看绣原就要被抓走 金蛋突然飞到半空 挖出一股强大的能量 一条悬天闭火龙破壳而出 这股换联动地的力量 惊动了分一下的金翅大鹏 他派出手下精灵 前去寻找翔鸦的位置 另一边 伏骨罗汉也感受到了师兄的气息 立马让白虎恢复原形 他要去寻找师兄的下落 但此时的修原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绝对想不到 眼前这条小虫子 竟然是翔鸦罗汉的作技 悬天闭火龙 由于他失去了法力 所以变成了这副模样 当修原在碧火龙上街 他立刻就被酒相吸引 没等修原阻拦 他就挑进了酒坛 列酒配上三位真火 下一秒 酒坛瞬间发生爆炸 碧火龙最运行的骑上攻击 嘴里还喷着三位真火 对着酒管老板穷追不舍 老板一路狂闷 还扒掉了一个帅锅的裤子 可碧火龙速度太快 喷着火焰 一头炸进了烟花仓库 结果可想而知 在碧火龙的节奏下 天空中烟花四起 村民们提前过了七年 于是大家把毛头对准了修原 纷纷指责他 李修原的父亲也知道儿子调皮 于是就请来了戏班子 表演皮影戏 算是赔礼道歉 正当大家看到起劲时 无数乌鸦 扑探盖地的飞了过来 他们并没有攻击催眠 而是抓走了所有小孩 为了解救孩子们 李修原的父亲动员大家 一起进山救人 修原也想一起去 但就被父亲赶回了家 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修原决定自己偷偷进山 在这碧火龙 修原一头扎进了水中 可火龙不失水性 差点被淹死 修原只要给他人工呼吸 他们也来到了乌鸦的老巢 此时的乌鸦妹正在开会 原来 今次大鹏派出精灵 指挥乌鸦却抓走了李俩庄所有小孩 目的就是找到弦龙转世 阻止弦龙罗汉复生 但乌鸦抓来的这些孩子 全部都是普通人 正当大鹏准备发火时 修原却自己送上了梅 大鹏指挥乌鸦发动进攻 可在变火龙的三倍真火下 维亚根本不堪一击 修原与神龙完美配合 成功将孩子们救了出来 精灵并目死心 派出乌鸦一路追踪 修原所用放弃的逃跑 将变火龙变成了机关枪 做了一顿烤鸦盛宴 本以为能逃出生天 没想到出口竟然是个悬崖 无奈之下 孩子们只能在穴壁上慢慢挪动 可速度实在太慢 精灵很快就发现了他们 乌鸦一拥而上 为了保护同伴 修原不慎掉落悬崖 下一秒 崖底出现一道金光 修原使出了一招 罗汉翻天印 一条壁火神龙 只天天打在了精灵身上 但这一招 也耗尽了修原所有的力气 他两眼一闭 直接晕了过去 俯虎罗汉赶来 救走了修原和孩子们 回到李家庄 俯虎告诉李将军 修原又是降龙罗汉转世 要想制服金翅大鹏 必须要让金身归位 降龙出世 这也就意味着修原生死 李将军必要让儿子做大英雄 他只希望修原能够平安长大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宁愿代替儿子去死 来换取人间太平 可修原并不这么想 修原母亲生病多年 成为降龙罗汉 还能治好母亲的病 所以他对父亲的阻止 非常不解 父子俩因此产生了间隙 在家家服务罗汉告诉李将军 实际未到 千万不能让修原拿到金身 补到病身祸端 于是 李扬远将金身功奉起来 在李家庄周围形成了一道结界 因此来抵御妖魔入侵 此时 金灵也来到了李家庄 直接撞在了结界上 吃了个碧莓羹 眼眼硬闯行不通 他直接变成了白虎的模样 然后告诉壁火龙 金身就在箱子里 壁火龙知道修原孝顺 给母亲治病心切 便从箱子里拿走了金身 结界也因此消失 而金灵趁机溜进了李家庄 准备吸食修原母亲的魂魄 你要干什么 来向夫人 借条命 当修原赶到时 母亲已经失去了呼吸 因为她的自作主张 害死了母亲 修原跪在地上 向父亲拜别 为了不让金氏大鹏维护人间 他必须找到俯伙罗汉 加持金身 将大鹏永远封印 李家庄意识到 熬到这一去 父子俩恐怕是永别 金灵敏锐地感觉到 李家庄对孩子的不舍 于是他告诉李家庄 只要在修原加持金身时 叫金身取下 那么他就无法成为降龙罗汉 世间若无降龙 修原将永远是他的儿子 在金灵的蛊惑下 李家庄被亲情蒙蔽了双眼 在修原加持金身之时 李家庄突然抱起 将金身夺走 修原瞬间虚弱不堪 直接晕了过去 父亲被精灵蒙蔽 以为这样就能救下修原 没想到 有了金身的力量 金氏大鹏瞬间冲破了封印 还获得了更为恐怖的法力 伴随着一条毁天灭地的紫色光束 金氏大鹏再次重现人间 三天面临了一场 前走未有的浩劫 为了阻止金氏大鹏 伴随和修原接触了一套法阵 可如今的金氏大鹏法力高强 瞬间就让法阵打破 伴随罗汉既出真身 可却根本不是对手 眼看伴随罗汉震来 逼火龙腾弓而起 拖起修原 最终决战终于展开 伴随罗汉拼尽全力 与金氏大鹏殊死搏斗 但修原没有金身加持 实在是有心无力 被金氏大鹏打得节节败退 为了勇绝扣唤 金氏大鹏快出精灵 准备将修原了结 危机时刻 一把长枪出现 打在了修原面前 直见李阳俊身逼铠甲 手握长枪 托着精灵冲动过去 这父亲拼命保护自己 修原终于振作起来 趁长枪刺进精灵之时 修原冲了上来 父子合力 就又让精灵灰飞烟灭 还没来得及高兴 一团火焰突然飞来 危机时刻 李阳俊打在了儿子身前 金氏大鹏缓缓缓落下 将羽毛化成立剑 穿过李将军 扎进了修原身体 本已被杀了修原 金氏大鹏实现再无对手 可他没想到 修原死 降龙生 一到开天PT的金光显现 降龙罗汉涅槃而生 还重塑了金身 大鹏见状大惊失色 由己全身法力发起进攻 可降龙丝毫不慌 一只童天巨手落下 直接将大鹏打回了原形 金氏大鹏睁开双眼 身去变得无比庞大 金光瞬间将大鹏笼罩 伴在了一张巨大的金仆扇落下 金氏大鹏直接被打成了小菜鸡 三剑的浩劫 彻底被降龙化解 此时 浮湖走了过来 可降龙已经习惯了人间的生活 决心化成活佛技工 造福人间 从此 天上少了一位降龙罗汉 而人间多了一位破仪活佛 这个小男孩正在放羊 突然 他的狗狗好像发现了什么 开始浑身颤抖 然后躲到他的脚下 露出一副惊恐的表情 转身一看 一头气肠露露的黑熊 正在朝他走来 杰克瞬间懵了 被吓到瘫倒在地 狗狗咬住杰克的衣服 拼命地想拽他离开 可杰克被吓得 站都站不起来 只能眼睁睁地 干着黑熊走向自己 危机关头 一道金色闪电飞过 将黑熊扑倒在地 强壮的惊熬 一口又咬住了黑熊的脖子 黑熊自知不敌 只能灰溜溜地逃走了 而当杰克反应过来时 自己的救命恩人已经离开了 回到家后 杰克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父亲 可父亲并没有安慰他 杰克十分难过 因为自从母亲去世 父亲就一直对自己不冷不热 无奈的杰克只能继续吃饭 第二天 杰克再次来到山坡放羊 他躺在草地上 回想他那只金色藏袄 可想了半天 也没有什么头绪 眼看天色已晚 他站起身来 准备回家 而就在这时 他发现一大群羊 现在只剩下了几只 杰克积得满头大汗 开始四处寻找小羊 因为那是他们家的全部家当 就当杰克绝望的时候 突然发现 杨群从山坡上跑了回来 可什么想到 杨群的身后 他跟来了一群恶狼 跑得慢的小羊 直接被恶狼扑倒 看到这一幕 他直接搬起一块石头 朝恶狼砸去 然而这个举动 彻底激怒了恶狼 杰克感觉大事不妙 转身就跑 可他却在慌忙中 不小心摔倒在地 恶狼张开睡盆大口 朝他扑来 危机时刻 一只白色藏袄出现 救下了他 与此同时 藏袋队也赶了过来 他们哥哥身强体壮 面对野狼毫不拒死 直接冲进狼群 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跟此凹王跟着一一第二 轻松干掉两只恶狼 狼群眼见大势已去 只能落魂而逃 这是一群牧民赶来 原来是他们发现 有狼群出现 这才带着凹群赶来 杰克还没来得及感谢 就看到所有的藏狼 聚在一起 吹着山坡吼叫 看到这一幕 牧民表示 一定是有敌人出现 果然往远处一看 金色藏狼出现在山坡上 结果发现 这不正是 救下自己的金奥吗 而就在这时 金色藏狼群天长笑 正是向奥王发出挑战 直接金奥发出一声怒吼 自信慢慢地走下山坡 但想要挑战奥王 就必须要先 打败其他藏狼 奥王非常聪明 他现在派出一只宗牧 来消耗金奥的体力 直接宗牧慢慢靠近 看着时机 直接猛扑上去 金奥早有准备 一口咬住了 对手的爪子 白奥居然是个异性 金奥只能选择退让 因为在藏狼的世界里 公奥粗目与母奥争斗 白奥可不管这些 见金奥不肯出手 他的进攻更加猛烈 可于想到 在两只藏狼争斗中 却不小心双双掉悬崖 到众人感到时 两只藏狼已经没了动静 看到这一幕 杰克连忙跑下山坡 因为金奥曾救过他的命 所以杰克决定要救下他 在大家的帮助下 杰克顺利地 将两只藏狼 派回了家 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神医 在得知两只藏狼的伤势后 父亲决定为他们缝合伤口 杰克用力地按住金奥 以防他用力挣扎 足足忙活了一个晚上 测下两只藏狼 破理了生命危险 然而这两天早上 帐篷里突然传来了激烈的叫声 突然间两只藏狼正在吵架 为了让他们尽快好起来 杰克挣出肉块 喂给金奥 面对陌生人的食物 金奥却无动于衷 杰克影学着急了 不识食物怎么养伤 杰克不顾自己的安危 拿起肉块 放到金奥嘴边 结果下一秒 看到金奥没有伤害自己 杰克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而就在这时 小狗跑进来不停吼叫 原来是敖王 带着部队找了过来 他好将白奥带走 经过一段交流后 白奥直接转身 钻进帐篷 原来他是喜欢上了金奥 七七百坏的敖王 只能转身离开 没过多久 两只藏狼彻底康复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金奥选择留在了杰克身边 还会帮助杰克牧羊 并守护着这片草原的安全 杰克和好朋友 给金奥取了一个名字 多吉 在藏狱里 这是金光闪耀的意思 男人高兴的呼喊着多吉 金奥也做出了回应 本以为安危的日子 会一直延续 没想到这天 运行恶败带人找上门 说多吉犯了大罪 必须要将他带走 就这样 多吉被绑了起来 准备对他进行审判 因为自从多吉出现 草原就频繁出现命案 虽然大家都不肯相信 在释怀生死 村民们都担心自家的安危 于是决定 马上处决多吉 眼看情况不妙 小伙伴偷来钥匙 解开了多吉身上的铁链 就这样 他们一起逃了出去 就在这时 白鸥也闻讯赶来 但奇怪的是 多吉并没有选择逃跑 而是寻着气味 来到了一片大脚飞飞的山谷 然而这一幕 却被鸥王看到了眼里 没走一会儿 依旧淡默的两人 便在抱脚中晕倒 看到这一幕 多吉直接跑了过去 将两个男孩护在身下 当结果醒来 发现正躺在山洞里 原来是这位大叔救了他们 大叔表示 他们整个村庄 都被一只名叫罗沙的怪物 葫芦带进 为了杀掉罗沙 他们追到了这里 几个正在反应过来 原来多吉跑来这里 就是为了找到罗沙 一次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很快 暴风雪停了 大叔又起身离开 继续寻找罗沙 然而大人们刚走 敖王又带着敖群赶来 敖王兮事汹汹 将多吉堵在洞口 一刻警惕起来 随后便迅速冲向山谷 敖王见状 也带领敖群跟上 当结果赶到 发现不远处 敖群没正在和 一只巨大的怪兽对峙 他就是船中的嗜血罗沙 可没想到 面对如此恐怖的对手 敖王就根本不怕 直接带着敖群冲上去 但身强力量的罗沙 没两下 就将照敖群屠戮殆尽 而现在 只剩下了金敖多吉 多吉没有退缩 直接丢到罗沙头上 开始疯狂撕咬 再次转弯 罗沙躲闪不及 撞到了石柱上 巨大的冲击力 直接撞伤了 踏到一只眼睛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发子弹射来 原来是村里的猎人们 罗沙立马转移目标 猎人健壮 开箱射击 但子弹根本伤不到罗沙 猎人直接被解决掉 罗沙转过头 又盯上了另外一名猎人 然而就在这时 多吉突然窜出 但却被怪物抓到机会 一口咬入多吉 白鸥突然站了起来 开始挑衅怪兽 这也让多吉得到了 喘息的机会 恢复体力的多吉 再次发动攻击 刺刺咬入罗沙的脖子 罗沙疼痛难忍 只能贴着山牙狂闷 想要甩掉多吉 疼痛难忍的罗沙 竟直接撞碎岩壁 跟着多吉一起滚下了山坡 最终 半天的一声惨叫 罗沙当场毙命 这时杰哥从远处看到 多吉并没有死 只见他艰难的站起来 发出胜利的吼叫 就在这时 他好像听到了杰哥的呼唤 转口看了一眼杰哥 就直接倒了下去 而就在这时 新的危险再次来袭 雪山突然发生了雪崩 尼岸就要将他们推磨 多吉竟奇迹般的 睁开了双眼 紧接着 多吉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将杰哥咬到背上 开始拼命逃跑 尼岸闲着悬崖 多吉并未犹豫 勇敢地跳了出去 就这样 杰哥获救了 而多吉却摔下了悬崖 彻底离开了 杰哥看着伤黑累累的多吉 顿时哭得气不成声 虽然多吉永远离开了草原 但他永不放弃的精神 却永远传承了下去 最后 白王也剩下了多吉的孩子 他们也将继续延续多吉的故事